2020年特区政府的施政总体方向是 抗疫情、补就业、稳经济、顾民生、推改革、速发展 施政报告定立了八大施政重点 第一,抗疫情补稳定、逆后提振经济 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超过500亿澳门元 其中,透过澳门基金会,设立百亿抗疫援助专项基金 更扩大了对居民、雇员、企业的精准援助 达到补就业、稳经济、顾民生的目的和效果 加快公共工程的建设、充足就业机会 澳团第四条跨海通道,进动工兴建 推进轻轨建设、开展毯仔客运码头 部分设施改建为第二后基流的工程 黑沙环P地段支援房和暂住房尽快开始施工 展开山顶医院、公共卫生专科大楼上改工程 以及海关总部大楼的照表施工 对政府办公用地 以及澳门未来商业篇的发展进行总体研究 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复苏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以及辅助中小企业 第二,推进行政改革 提升治理水平 加强公共行政改革顶层设计 扣建可操作的官员文责制度 有化公职招聘制度 提升公务人员培训成效 加强对公共资本企业 以及自治基金的监督以及整合 完善宪法和澳门基本法 在特区的实施机制 第三,精准输解民困 切实改善民生 在採取系列为民措施的同时 推进住房、交通、医疗卫生 以及社会保障等改善民生的措施 落实新城A区公屋建设 推进无奈市、台山 以及望下社屋工程 为农地段第一期公屋开始进行设计 夹深阶层住房进行公开咨询 长仔公寓进入研究设计阶段 有化公交的运营和管理 加快尼岛综合医院建设 下半年启用校园卫生中心 筹设长者综合服务中心 以及失智症综合服务中心 以发保障本地固员的权益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有效开展乙工代振 大臣培训和在职培训 第四,优化人才政策 加强教青工作 设立高层次的人财引进审批委员会 整合教育部门 优化教育发展 支持高等院校教学、科研 及其成果的转化 为青年学习、就业、创业 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推进越港澳大湾区 旅游教育培训基地 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 及中复商与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 就设爱国爱澳教育基地 第五,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智慧城市 加快完成澳门城市总体规划 有序推进都市更新工作 第六,发展多元文化 促进人民交流 积极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代表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加强与普遇国家的文化交流及合作 举办各类体育国际赛事 及品牌体育盛事 第七,加强廉政审计 确保廉洁高效 公务人员必须做到清正廉洁 政府对贪污腐败绝不顾惜 加强审计工作 促进公共治理水平提升 第八,维护稳定大局 逐漏安全防线 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管理及执行机制 深化区域警务合作 及联动机制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 防范外部渗透及负面影响 开展外港、内港一带的防洪牌劳工程 最后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促进经济多元发展的篇章 深化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完成澳门连花口岸 迁移至横琴口岸并通关 做好顶层设计 秉持进一步解放思想 勇于变革创新的精神 用新思维、新方式在横琴建设越澳深度合作区 发展能够结合国家一带一路 及大湾区建设等的发展战略 入利于融入国家产业链的新产业、新业态